老板 丧尸丢给我们 你放心 做自己的戏就好了 拳风不小于 企业忠诚度百分之一百 可恶 近一年没碰代码 速度变慢了 不过绝对没问题 你们只要再坚持五分钟就好了 拳风和颜 目前掌握的技能是绝命猎手 谢了 和颜 妈的 这个时候 你还得更快才行 我 曹小猛 可是编写过元宇宙项目的工程师 如果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破解系统的话 肯定是我 小云 来了 联系 你开车 我们 杀出去 小云 双打开始 好 鞋头模式 启动 甲云 描穿腿 正好拿它当丧尸们的垫脚石 小云明白 斩棘 中判 成功了 但是好像 变异丧尸还有很多 这样下去还是会被追上的 系统提示 和颜和颜机在进入展厅时扭了后手 你们也太可靠了吧 等等 该不会是 这也太好莱坞了吧 各位 干得漂亮 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上路了 恭喜我们公司喜提第一辆豪车 各位员工 面向全国的超级服务 现在开始咯 系统提示 所有员工都认为 您的浮夸表现又加重了 你们是在找茬吗 我受不了了 二十连抽啊 两千几分啊 就四个几岁片 剩下的全是日用品 为啥这么飞啊 老板 先吃饭吧 说了没错 我现在就得吃 把花出去的鸡粉全都吃灰了 浩颜 给我煎杯咖啡 对了 小语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你们还需要吃人类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 我是说你们既然能吃人类食物 为什么还要有员工餐这种东西 我也不太明白怎么肥色 不过不吃员工餐的话 就会一直感到饿 不管吃多少普通食物都会饿 嗯 好吧 小月 你把我那份也吃了吧 我去站岗了 哦 谢谢老板 资源和能量什么的 还是等夏月博士 晋升拥有意识后 再一起商量吧 我先去看看记忆水片 这是寻什么人 有种不好的预感 哎呦喂 这年头 还敢开这么好的车啊 把车 食物和女人都交出来吧 这样 我们还能考虑放你一条狗壁 你们谁啊 麻烦让开好吗 这 小混蛋 居然不知道我们 我们是极乐帮 你要是想活命的话 最好照我们说的做 凭什么 老大 那个人是曹小猛 他 他就是把我之前所在一边毁了的家伙 那他和我们抓住的那个家伙相比更强吗 呃 我想 应该弱一点 哦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拿下他 但是别伤了车 走 老板 用帮忙吗 不用了 你们看好车就行 另外让炎气发动车 随时准备跑路 我去看看他们那边有什么好抢的 哦 好 臭小子 不要命了 鞋头默示 解冻 点击 变速不错 回我了 嗯 枪不太行 算了 妈的 这小子太嚣张了 这么大的热熔刀 不错啊 回我了 嗯 不错 是挺强的 有活捉的价值 还以为多强 小车 他 他上来了 马上就轮到你们了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这不是坦克吗 怎么被抓住了 极乐帮的这群人居然能抓住坦克 还有这些人的样子 是奴隶吗 快救救我们 求你了 等一下 我现在就想办法 怎么了 坦克 血液 不对 一体炸弹吗 你是什么人 初次见面 杀了管虫的恩人 我是默示大老板 六月二十一日起 每周五 六 上午十点更新 丧尸蒙昧 一拳抱五个 点个在追 了解一下 总有师姐对我图谋不轨 五月二十二日上线 点个在追 每周五 上午十点 师姐 求放过啊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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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拿个人